2008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了 当时是有可能发生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时候他需要有一点外来的资金帮他渡过那个难关 他那个时候去找欧洲和日本 发现那两个兄弟比他还惨 然后满世界一看 说还只有中国能帮点他们 咱们其实是个小康自家 但是家里这个女主人管家自家很好 天天攒点钱攒点钱 我们赚大发了 知道吧 我们是四毛钱买的 现在两个股票的市值都在三块钱以上 08年金融危机全世界都受伤 美国受伤我们都跟着腾枪 我们也受伤了 2013年不仅没有恢复吧 大家突然发现欧洲出现了再无危机 五个国家的头一个字母合起来 叫PIGS 英文读音PIX就是猪 然后新发生把它翻译成笨猪五国 本来指望啊 比如这家老大病了 大家急救急救救过来了 因为他们家的老二通又送急救死去了 中国改革下方成功的机会 有很多秘密 其中有一个秘密 就是我们领导人从来不听经济学家的 英国现在成功的被德国人赶出了 英国现在心情就不太好的 在欧陆竞争不过德国 然后他就待在大西洋 大西洋呢 现在美国人回归亚洲又忘了大西洋 英国人现在很郁闷 加上又跟中国闹 中国又不理他 对吧 所以他急得不得了 所以他最近做很多工作 最后卡梅伦上三个礼拜来了吧 来了以后就说很肉麻的话 英国要在西方国家当中 做中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是吧 讲那个话 想堂堂大英帝国 跑到我们这 说这种鬼话 这是混得不好的一个象征 我许记得领导集团 是美欧日参加 美欧日加起来啊 是9亿的 全世界72亿的 他是1八分之一 对不对 1八分之一领导全世界 他的合法性有问题 中国一加入 全部解决了 为什么呢 中国一加14个亿 对不对 人家炮就多了 对吧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 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天然领寿 2009年12月 在丘本他刚召开那个 叫气候标发会议 那个会议啊 14天 14天就出现了两个阵营 一个是美国领导的阵营 56个阵营 一个是中国领导的阵营 135个阵营 知道吗 一个占世界人口 玩的14 一个占86 类似会议 其实反而有人下了个呛 就是中国实际上告诉美国人 说在某些问题上 我是可以走毛泽东道路 而不是正想引到的 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知道吗 中国这十年呢 我们知道我们力量起来了 但是我们还想掩饰 怎么掩饰法呢 我们在外交上经常这么干的 很多主张啊 我们自己不提的 我们比如有个想法 我们会去找南非或者巴西 这个帮我们想法给他 这个国家呢都好表现 但是又没有想法 知道吧 东亚这边呢 我们就找泰国 老挝 柬埔寨什么的 就我们比较信任的 这帮兄弟啊 那个 然后就是上河嘛 我们就会找那个 某一个斯坦 这国家都比较小 这国家没有存在感 知道吧 所以他那个很想表现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然后中国就会说 说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这么想 就跟他说了 说了以后他很高兴 他就提了 提了以后我们中国说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其实我们挺注意的 因为我们一提呢 印度 印度是逢华必反的 印度就是个搅局者 就是搅屎棍 只要中国提 他肯定反 那美国肯定紧张 日本肯定讨厌 这是美国所有对手 没有的 就是我们的整个 机械式造业 他远远超过以前的 三个对手 超过美国 他在想美国现在 心里是后悔 别说是怎么那么 这个家伙就 优惑眼皮就超过了 他们正在研究 还在痛苦 他反思说 其中一个 对美国考读 总结说 一个呢 就是美国人自己 骤傲 再一个原因呢 就是邓小平狡猾 他超过两腿 他不让我看到 是吧 第三个就告一本 阿登说 好不容易 静下心来要观察中国 他可能工艺反断 给我打迷了 是吧 第四个原因呢 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特斯堂 就是驻京的外国记者 总结过中国的特点 说中国什么国家啊 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噩梦 统计学家的噩梦呢 中国所有的处置都在乱 上帝来的都在哭啊 这个一个原因就是 就怪中国的那个带路党 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所以美国人家 我天天骂中国 而且很真诚的嘛 你要假了 我美国一发所说的 一百二十年 他当英老派也成金了 就假了 他知道他知道了 就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啊 都在气心力学地骂中国 非常的真诚 把美国人感动都不行 然后真把他给握着了 中国呢 你怎么应对呢 中国的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胡主席那个时代的办法 无招胜有招 美国一零年开始 这个回复亚州 他做很多动作 比如说调控越南啊 菲律宾跟我们 另外呢 通过英特网啊 在中国的渗透 然后呢 通过金融控制我们啊 那个另外呢 这个通过 在国际上 一些贸易规则控制我们 但是 在整个胡主席时代 胡主席是 一零年美国提出 一零一一一二 两年多时间啊 胡主席真的还就没有什么动作 是吧 但是 因为胡主席呢 就人性格比较好啊 然后呢 胡主席反正这十年 一直跟中国人讲说 你要 拒金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的 对不对 香港明报的总结叫 闷头发他财 其实这一招啊 对美国可以 因为美国实际上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 美国是一个 他在讲是个小伙子 然后他性格啊 比较齐兆的 就是他希望 碰他打你 然后你马上就回击 然后美国快得快 你跟美国打拳击永远是输的 因为他快得太大 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知道吧 相当于你一个普通人 跟那个泰森 打拳击 他算是一拳就过去了 对不对 如果最喜欢这个 他刺激力 给他打就赢了 他最怕中国这个脾气 他砰砰砰三拳打过来 都快脱臼了 中国没有任何法庭 这个时候他起来 这啥也 这是什么人 那么奇怪 那年白鹰满头雾